一个好朋友是一款游戏的最高配置 但五个好朋友就不一定了 就在今天 诸仙世界开启二册 DOTA25兄弟YYF风格 穿神 龙神 狗哥 蟹冰相约直接发车 本以为是一场快乐的开荒 没想到却是坐牢的开始 刚进游戏大伙都觉得卡了不行 风格转头一看傻眼了 怎么这么多人啊 之后几人终于开始组队打本了 没想到刚进副本大伙 直接忘了来干啥的了 全都看起了风景 这感觉怎么感觉 像游山玩水一样那样的地方 不像是副本啊 吹油啊 你们能不能看下右边提示啊 在护中物资 物资呢 物资呢 物资在后面 我准备打了 物资被打了 如果说尽副本找不到路是因为不熟悉 那后面这波达宝宝副本连续翻车 就真的让人绷不住了 五个人主打一个各打客的思考没配合 写兵写兵我也死了 我死了我死了 不不我们两先递打 来我们两先递打 我们两先递打 可以可以可以 写兵你来我我刚做 乃在这边靠 叔叔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把更是独创一手后排 叔叔被boss追着打 自家前排看不见还在打小怪 奶妈追着后排奶的逆天配合 再打一个小的再打一个小的 我带着他再跑来 最终喜提团灭 能不能专业一点 这小东西能灭两次 之后是把几人痛丁失痛 终于开始有配合和战术了 大小的先把小的打了 先把小的打了 我拉大手我拉大手我拉大手 大手在砍我大手一直在砍我 我跑我跑起来跑起来 你们打你们打 把脚都变了 前排终于知道拉怪了 也知道集火配合先秒小怪了 最终在无人的奇力配合下 终于打过了这个宝宝难度的boss 一人一人一人 好像也不需要剃啊 一个娃娃 灭了两次 我都不敢想象下个宝宝怎么办 我